我们来看这道题 27个元素 三趟多路规病 问你规病路数最少为多少 我们现在来设一下 设规病路数为N好吧 那么我们直接从围往前看 你在最终规病完成之后 是不是只有一个完整系列 那么往前一步 往前一步是什么样子 你是不是有N路呀 那么这N路在往前一步的时候 它是不是最多有N个系列呀 如果你超过了N个有序系列 你是不是无法一次N路规病 就规病回一个呀 所以我们继续往下走 再往前一趟 这一趟是不是就是N方个呀 因为每一个同样的情况 是不是拆成N个 那么N个是每一个都能拆成N个 是不是就是N方个 而它说只进行了三趟 那么是不是还要再往上走一下 再往上走一下是不是一样 是N的三次方 那么我们现在来考虑一下大小关系 是不是 就是如果你N路三趟多路规病 你最多可以处理的元素个数 是N的三次方个 这是不是一个最大限制 那么你的27 是不是应该在这个最大限制里面 也就是说 N的三次方大于等于27 OK 这个直接计算 N是大于等于3的 也就是说 N的一个最小值是一个3 就是规定路数最少为3 好 这大限制就讲到这里 重要的是中间的逻辑的 一步一步的推导过程 好吧 那么多的一步的推导过程